你干嘛呢 这可是我们买房的钱 这点钱买个厕所都不够 我真有急事 你就相信我一次 不是 你会 妈 这闹套什么呢 看我干嘛 解释啊 妈 我朋友买车差点钱 我们说好了 这次我帮他 下次他就帮我进他公司 咱不能靠着我现在这死工资 攒钱买房 我儿子说的对 你不总嫌弃他没有上进心吗 这次就别管他了 妈 那不是闹着玩的 行了 你不是还要出去吗 赶紧走吧 妈 我先出去了 他们还等着呢 这么重要的事 你不请人家吃顿饭 这样吧 你把他们叫家里来 晚上妈给你做顿大餐 边吃边聊 这 哎呀 放心 妈做的不比外面差 省下的钱不都是你的吗 行吧 那陪妈去买点菜吧 我打电话说一下 我买了那么多菜 带便宜点吧 哎呀 便宜不了 这些菜都是新鲜刚来的 看啥看 整天就爱占小便宜 多少钱老板 我来付 老板 那你再给我个葱吧 行行 拿一根吧 妈 咱家也不差那点钱 买菜没必要省那一个两个呢 那你以为银行卡里的钱 是从哪里来的 那都是你老婆 一点点攒下来的 她有多久没买新鞋子 新化妆品了 你知道吗 喝水喝水 哎 小乔 你这口红颜色好好看啊 是吧 这个是季凡席的N37号 薄涂厚涂都很显白 还有这个丝绒外壳很有质感 你要不要买一只啊 这 这个在专柜都得三四百 三四 明天就是同学聚会了 你总得收拾一下吧 我还是算了吧 我们还得攒钱买房子呢 太漂亮了 外观好看 性能也好 哎 小马 听说你要买新车了 对啊 阿姨 这次嘉伦借给我钱 以后他出什么事 我肯定帮他 阿姨相信你 但是 你说吧 前段时间生病了 你看 能不能先借我们一点钱 妈 我爸他 阿姨 我这钱呀 都攒着买车呢 我这实在也没有多余的呀 那这样 你先借我们一个月 车你下个月再买行不行 再说了 你和嘉伦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不行阿姨 你还是找找别人吧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哎 这 这人 你呀 交朋友得擦亮眼睛 那些酒肉朋友 能随便相信吗 平常就吊儿郎当的 没个正行 也就骗得了你 妈 我知道错了 作为男人 对家人要体贴照顾 对外人 要擦亮眼睛 光点头啊 还有呢 哎 干 干啥去 媳妇 我错了 那个 这些年 一直在忽略你的感受 其实 你才是这个家里 最辛苦的人 辛苦了 知道就好 哎 你给我买了什么好东西啊 真是 妈还在呢 你还在看这些人 我没事 你还在看这些人 呢 我没事 我没事 你还在看这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